北京时间3月31日 胡人官方晒出了球队出征 迷迷阿波利斯的画面 詹姆斯吐舌表情强劲 他们将迎来又一场关键的卡位战 有望冲击西部地区的位置 另据The Athletic报道 詹姆斯在家乡阿克伦投资了新产业 而他付出以来的出色状态 也征服了被称为头号沾黑的球瓶 司机普比贝勒斯 胡人官宣最新伤情 浓眉右脚硬力性伤病 大概率出战 詹姆斯上场沉移右脚酸痛 50%出战可能 斑巴左怀扭伤继续伤停 小皮鹏和斯维德身处G联赛 也不会出战 另外拉塞尔已经不在伤病报告上 登机照片上 詹姆斯穿着黑色卫衣 土蛇表情搞怪可爱 浓眉打电话 拉塞尔刷手机看得出来 在客场复仇公牛的胡人 心情相当放松 目前森林郎战绩是39剩38副 排名西部第七 胡人战绩是38剩38副 位居西部第八 只要胡人祭拜森林郎 他们就能超过对手 来到第七 这场卡位战真的太关键了 对公牛一战 詹姆斯出战31分16秒 19投10中 3分3中1 罚球4中4 得到25分7篮板 4助攻2强断 胡人使用的新手发 里夫斯加拉塞尔加 詹姆斯加范德比尔特加 浓眉 效果极佳 一共得到107分 数据显示 这套首发在那场比赛中 同时在场16分钟 百回合能赢对手65.2分 被称为头号沾黑的球评贝勒斯 在自己的节目中谈到了胡人 他说道 自交易截止日后 我就喜欢上了这只胡人 我喜欢勒布朗 詹姆斯重新振作起来的样子 就像他回到泡泡园区一样 2019比20赛季 詹姆斯率领胡人 在奥兰多的泡泡园区夺得了总冠军 他本人在那年季后赛场军 27.6分 10.8篮板 8.8助攻 最终获得总决赛MVP The Athletic报道称 詹姆斯在阿克伦开的星巴克 除了提供优质咖啡 还为员工投入更多 他们按小时得到薪水 还将获得培训证书 帮助他们继续在酒店业取得进步 这家店的经理舒勒表示 他极大的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从星巴克的咖啡师 变成了一位经理 对酒店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美媒称赞詹姆斯 在家乡社区继续发挥影响力 开这家星巴克 是改善阿克伦社区的最新尝试 迄今为止 他最大的投资I Promise学校 除了帮助年轻人继续接受教育外 该机构还为想要完成学业 或继续深造的成年人提供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